《紫庆制剧的骑士》 作者 靖慧 《庄子达声》里记载 《紫庆萧木为剧》 剧成 见者精有鬼神 是说紫庆砍萧木头制造乐器 在作剧的时候从来不分心 实行斋戒 秉除杂念 斋戒到第三天 不敢想庆功 封关 俸禄 到第五天 不把别人对自己的非议 褒贬放在心上 第七天 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折然忘无有四肢形体也 此时 心中早已不存在 觐见君主奢望 给朝廷置据 既不需求赏赐 也不惧怕惩罚 紫庆把外界的干扰 全部排除之后 进入山林中 观察树木的质地 精心选取自然形态 合乎制剧的材料 直至一个完整的剧 已经成竹在胸 这个时候才开始动手加工制作 紫庆回答鲁王说 以上的方法就是用我的天性 和木材的天性相结合 我的剧制成之后 所以能被誉为鬼斧神功 就是这个缘故 紫庆制剧的故事十分感人 再现了古代社会 能功巧匠的创作过程 写文章和参与项目也是如此 首先要有扎实的心性基础 修炼人的文章内静纯清 所以能够感动人 还要对视力了然于胸 有灵感或成熟的构想 才能一气呵成 终于缜密地表达出来 大法弟子讲真相也是这样 修炼人从来就没有把你中共当作敌人 因为修炼的人没有敌人 你也不配 我只是修炼的人在维护正法 救度众生 这是一个生命的反本归真 清净自然 是一个生命同化真法 求得正果的过程 庄子南华记载 炼回曰 灰之体 处聪明 离行去之 同于大通 此为作望 是说孔子的弟子炼回 在修行过程中的不同境界 由望仁义 望里乐 思想完全清静下来 空空的 孔子说 可以 可以了 由未也 还没有完全 直到身体没有了 没有感觉了 没有思想 可是并不是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知道没有思想 没有妄念 同于大通 与天地合一 到了这个境界 叫做作望 也可以叫做作化 儒家也是修行 只是其入室的部分 更为人们所接受 从中规范了做人的道理 这些是很多大法修炼者 早已体悟走过的境界 大法无边 修炼人留下了历史上的辉煌 同样开创着今天正法中的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